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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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最后 于是 费一就找杨姨交流 后者当面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对于杨姨的不满 费一上奏给了蜀汉后主流禅 到了公元二百三十五年 杨姨被费为平民 流放到汉家郡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杨姨到了流放地 再次上述诽谱 语气措辞激烈 对此 蜀汉朝廷派人下 到郡中捉拿他 在狱中的时候 杨姨选择自杀 她的妻儿老小回到蜀地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亲手斩杀魏延的马代 在后诸葛亮时代 曾经率领军队出师北伐 为魏江牛津击败而退还 在蜀汉 马代官制评委将军 陈仓侯 不过 对于马代之后的事迹 三国志等史料没有过多的记载 总的来说 对于因为私人恩怨而恩杀魏延的杨姨 最终也没有获得一个好的结局 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